为了响应数码转型的趋势 经济部和美国晶片大厂英特尔合作 推荐人民的人工智能计划 这项线上自学计划的目的是提高民众 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认识 首相拿督斯利安华放眼 今年内达到100万人参与的目标 安华今早在伯特拉大学 推荐人民的人工智能计划时 要求政府部门秘书长和大学校长 在一个月内提成人工智能素养相关的进度报告 他强调政府认真看待国家数码转型 并且希望人民充分了解相关举措 同时具备数码素养和人工智能的技能 人民的人工智能计划一共有两个部分 分别是人工智能意识以及人工智能鉴赏 参与者需要在四小时内 完成这个有趣的交互式学习体验 学习学习体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